我們LG的掃地機器人 它在台灣市場是目前賣最好的一款 那它有些什麼特色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聰明的部分 在外觀它有上下兩個鏡頭 那它可以在家透過這個鏡頭 看到你家的一個空間大小有多少 那它可以做到地圖導航跟定位 能夠清潔的更徹底 那當然多重的一個感應器 還有防墜落這台機器人都是OK 那我們講AI人工智慧的話 機器人必須要有學習的功能 我們這台也有 它會任你家的一個環境 那它會越少越快 比較有效率一些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外觀還有一個部分 它是做一個方形的設計 就在第二個重點 它在一個清潔力的部分 是比以往原型的機器人要提升很多 而且我們這邊說 它都是往外再加長的一個部分 甚至說 你還可以在後方這邊有一塊抹布板 你可以再加抹布板 讓它做一個徹底的一個清潔 那我們現在主推的這是一個變頻系列的機器人 它的馬達有十年的一個保固 那吸力也比以往的更加強四倍 所以它能夠清潔的更徹底更乾淨 那再來安靜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當我們啟動機器人的時候 這是非常多媽媽搜尋像的一個功能 因為我們實際上在操作起來 它聲音只有六十分貝 相當的安靜 相當的安靜 所以你看媽媽很多 在家有新生兒,有寶寶寶淇 幾乎沒有辦法做家事 那做家事 又會吵到這個小寶寶 所以有一台很安靜的機器人是非常必要的 那當然在這個聰明、乾淨還有安靜這三大部分 我們的機器人已經做到最強大了 新一代的機器人還有什麼功能 就是這一個我們所謂的一個Wi-Fi功能 那新一代的一個機器人 我們遠端遙控機器人透過LG Smart ThinQ這樣的一個軟體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遠端操控的一個控制 OK 擋開這個APP選擇你已經註冊好的機器人之後 就可以開啟它的一個操作鎖頁的一個頁面 那遙控器甚至我們機器人面板上的一個功能 比如說清潔、回家充電 或甚至啟動我們居家保全 家庭防護的功能都可以直接在這APP上做一個使用 強力模式等等這些 那清潔模式都可以在這個APP上選擇 你要做一個即時操控的話 只要打開右上角的這個視訊頭 可以轉到這個畫面 各位就可以看到這個即時的一個控制畫面喔 它操控上相當的一個0米 非常方便 它就可以走到哪裡、掃到哪裡 去幫你做一個即時監看的這個功能 甚至你出來的時候 然後按開始打掃 它幫你清潔的時候 你也可以打開鏡頭 看它的一個清潔的一個狀況 第一時間你就可以知道 我的機器人已經清潔到哪裡、掃到哪裡 你就不用像以前一樣跟著機器人的屁股後面 看它有沒有認真在工作 只要打開這個APP就可以了 要讓它停、按停止就可以了 你都已經打掃完畢 按停止 然後按這個HOME回家 讓回家的這個按鍵 讓我們機器人 各位就可以看到 它就會開始尋找基地台 回去充電休息 當它找到這個基地台的時候 就會慢慢它的速度 慢慢的到車路部回去充電休息 那我們的面板就會顯示開始充電的這個狀態 它正在充電中 那平常的話 我們還有第三個功能 叫那個清潔日記 你的機器人有沒有認真上班呢 你只要打開這個清潔日記 你就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 讓它稍微掃一下 讓它停止 它就有一個地圖 告訴你 我的機器人清潔的一個面積 它有沒有認真的打掃 你可以按這個 開三鈕 你就可以看到 機器人打掃的一個狀況 從哪邊開始 哪邊停止 然後回去再 都可以很清楚的 在這個畫面看到 把它推到這個左邊 沒有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 謝謝 的 架子 是 balls 好了 都